这仙弹枪打雨时神没怎么掉血 倒是把地面打得到处都是岩浆了 后面要是打死他 我都怕材料掉岩浆烧没了 没事没事 岩浆我待会用水来浇灭就行了 现在耽误自己 只想办法让他掉血快一点 这仙弹枪打得我都快泄气了 有个家伙想来偷袭我了 看来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安全哦 我解决掉他后 重新找个风水宝地吧 还找什么风水宝地啊 赶紧拿上你的瓶装水来浇灭岩浆了 这里满地都是 我老是踩到啊 仙弹枪真的是太弱机了 虽然我没有武器 但是我有搞着 想当年纯手如我都能干掉雨时神 现在我就用稿子捶爆他 好家伙 好像用稿子打 还真比仙弹枪快啊 那小师弟 你加油 我在旁边车关 顺便帮你打气助威 你倒是挺会安排的 我手打算了 该换你上了 好啦 被哥三五下打算一丢丢血量了 先来把岩浆弄掉后 再把它给灭了 我瓶装水早就准备好了 我来把它附近的岩浆都给浇灭了 别待会真把材料掉岩浆里 那就亏大了 我了个去 又飞到有岩浆的地方了 小师弟 还得劳房您继续倒水哦 这下子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大师兄 你赶紧怼啊 我今天格局大一点 最后一击给你吧 好嘞 那就谢谢老板了 轻松拿下 东西掉地上了 星星都被你收住囊中了 这些材料必须都得给我 特别是石神之雨 稍后还大有用处呢 哎呀 背包又满了 神圣树种子都捡不起来了 我来把水收了 再来整理一下 石神隔屁了 那就开始收盖金字塔里面的东西咯 这次我要上去 把中间这个区域里面的 无金头盔先给收下了 每次都让你接住先登 这次该换我了 好家伙 给你吧 我来把机台收下了 稍后要是运气好 先献计 说不定也能轻松 爆出无金头盔来 大师兄 要不你无金头盔给我 我机台给你 这东西除了房主 好像其他人可以 无材料献计的哦 你人长得丑 想得到挺美的 金头盔我已经戴上了 就别想我会脱下来了 好吧 看来是坑不了他的 我去找找琥珀块了 我现在基本上能确定了 根据生成的金字塔结构不同 一个金字塔里面 最多有六个琥珀块了 最少也有两个 不知道这个最终能拿到几个呢 真是尴尬啊 兜了几圈 发现只有这个地方有琥珀块 那今天运气很一般啊 只能拿到两个而已 那连物金也会少哦 因为有琥珀块的地方下面 有个箱子 箱子里面是必出物金的 那连物骨也不够制作死神之异了 这金字塔确实很不友好 材料都不咋的 物金也是寥寥无几 我就拿了两个而已 啊尴尬 我以为这下面就有物金了 没想到就是个雨林神像而已 那旁边这个应该有吧 年轻人 你想太多了 那两个小空间一样的 里面都是岩浆和一个雨林神像 要是物金 哥早就去收了 还忍不到你来抽这道呢 好吧 确实是个垃圾金字塔 那我去最上面那一层搜挂好了 我现在跑出金字塔 准备从外面跑到上面 再重新进入塔内 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这一层的材料都是固定不变的 这里面有两个物金 还有好多食物 比如星光香蕉和全家桶 补血和补充体力 都很YYDS的 老板看起来很清澈熟路哦 要是待会食物有多的话 送我一些呗 你也是长得丑想得美啊 这点食物都不够我塞牙缝的 我肯定要留着自己甜肚子啊 好嘞 这上面我都收挂好了 大师兄 这里面基本上也没啥了吧 咱们可以考虑走人了 再稍等稍等 我一些箱子还没开过呢 我现在远程打爆他们 再用魔法棒拾取一下 看还能不能搞到点好东西 那你慢慢收吧 我觉得是没啥东西了 我先到外面去等你了 顺便出来打打野人祭司 因为我的巫骨数量不够呢 我得搞多几个 抽够六个 稍后才能制作食神之意 你说没有好东西 居然被我搞到一张藏宝图了 难得哦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 在金字塔里面找到这东西哦 神奇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金字塔里面还有藏宝图的 小伙伴们 你们有收到过吗 你要不要再进来看看 我还搞到了个练甲头盔呢 那必须先拿来戴上呀 有防护总比没防护好啊